暗寒假了,给小孩充电,不仅要报各种补习班,还要营养充电,大鱼大肉吃到了,体重增加,这不,具不完全统计,现在的小孩体重都偏重,不利于健康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非常简单的,我家小孩抢着吃的香菇浓汤,香菇浓汤主要食材就是香菇牛奶添加香味增加了洋葱, 给汤增加浓稠度,加入淡奶,食用油改为黄油更健康,准备食材,香菇,洋葱,牛奶,淡奶油,面粉等 香菇洗净,香菇切片,香菇要挑选后十多肉且新鲜,洋葱洗净,戒丁,哈哈,戒洋葱的时候要小心哦,别感动的流眼泪,热锅,倒入黄油融化,倒入洋葱边箱 要用小火哦,别太大的火,这样才能把洋葱的香味煸炒出来 加入香菇继续煸炒变软,香菇炒软能散发出菌类的自然香味 加入牛奶,水,煮开之后关火,注意水的比例,别太大水就不浓香哦 稍微放凉,放入料理机打碎,每个料理机不同 操作根据自家料理机操作 热锅,再放一点黄油软化 倒入加入面粉,把打好的汤汁加入 再加入淡奶油,放盐再次煮沸即可 散非能干净,再放入烤箱 按下注,再放入策畅 满心 满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